韩国有个女演员她的五官和长相非常像刘诗诗,而且两个人的气质还非常的相似,都是那种很优雅低调的好演员,说起来她今年有一部叫悄悄话的作品,演绎起了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暗黑系列的角色。 为了找到父亲被害的真相,女主用尽了很多办法,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很有志谋的女性人物,她就是李宝英,这可是一个超级有实力的演员,还拿下了演技大赏和事后的荣誉,拿的奖项和荣誉真是数不清,而说起她的作品,口碑和人气都很不错,也成为了韩国演艺界中的佼佼者,要说她能够有当下这样优异的成绩。 其实还是要感谢她的丈夫的,老公是一位实力演员,也是非常有名的影帝,两个人的恋情一开始被公开的时候,韩国演艺圈非常严格的氛围也使得她的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,几乎两年的时间都没有细拍,广告也被人取代,收入变成了从前的十分之一。 也是在那段很低潮的时期,她才开始认真的思考演技的重要,从前,她只是觉得表演就是化着美美的妆,把自己打扮的好看的站在那里,美丽的哭泣就可以了。 可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绝对,不可以被人替代的演员,也开始和丈夫学习起了演技来,学习怎么通过眼神,来传达一个人物的内心。 于是他们两个互相扶持,成就了现在彼此优秀独立的样子,说起来在成名的时候,已经33岁了,是因为一部《家庭剧》演绎了一位温柔贤淑的老婆,但同时也是抛弃父亲的女儿,因为难以忘滑小的时候,自己家人受下的伤害,父亲曾经狠狠的伤害她的母亲,所以在她的成长中满是挣扎和敏感。 她要把这种人物的个性诠释得非常的味,在后来听见你的声音中,也大胆诠释了一个和以往闪长的很苦情的形象,很不同的巧言善变的女生,也是这个个性开朗的女孩子,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好评,也是那部作品让她彻底的获得了演技上的肯定,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演技实力牌。 很多国内的网友都觉得她和诗诗非常的像,确实在眉眼之间能够发现,她们都有着同样清淡雅致的长相,而且,看一下她们的泄露,你也会发现两人都是那种,擅长于演艺温婉古典戏致女生的小花蛋,而且,也都在自己演艺发展,的道路上,拓宽了自己其他的泄露。 泼泼娇俏可爱刁脉,甚至是腹黑的角色都可以尝试,并且都有所成就,而且她们都嫁给了一位帅气,又有着很高的职度,并且演技很棒的老公。 不过不一样的是,现在的事实更加安安于享受生活,不怎么出来结束了。 做起了商业投资和四处旅行,宝英则继续在自己的演艺道路上,继续开拓着自己全新的系路,找寻更多的可能性。 可能幸福的人生都是相似的吧,我们也祝福这两个低调优雅,又有气质的好演员会更加的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